這趟去美國真的是滿戰而歸 這將近八天的參訪 不管是學術界 企業界 僑胞朋友 還有幕後工作幫忙的 以及美方的朋友跟友人 真的是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五千萬的海外華僑 是我們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後盾 也是我們最大的支持力量 這些僑胞朋友對中華民國的熱愛 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我們一定要發自內心感謝這些僑胞朋友 也要發自內心的來隨時迎接他們 歡迎他們來到我們台澎金馬回到台灣 來旅遊來探親 我們就是永遠要把這個感情很濃烈的維護下去 很熱情的維護下去 市長 問郭台銘 宣佈再一點 請大家的責任黨的責任 正式宣佈嘛 我覺得從我一直在講下一屆總統 一定要顧到八個字 台灣安全 人民有權 目前的現況 民進黨執政這三年來的確 台灣危險 人民貧窮 台灣的兩岸問題現在打僵死在那裡 對外一步都走不出去的快 所以目前台灣的安全情況 的確是非常讓人捏一把冷汗 郭台銘董事長有豐沛的商務經驗 在國際上用商務跟企業的角度 來經營商業的外交 有巨大的成就 他可以直接通美國白宮 也可以通中國大陸的中南海 台灣很難有一位企業界人士 或者政界人士 同時有這麼通天本領 幾乎不可能 那另外有錢來講的話 台灣現在中小企業 面臨到非常艱困的挑戰和競爭 如果郭台銘董事長也有 也有很豐富的經驗 我想從台灣安全 人民有權來講 郭台銘董事長是非常優異的 他願意參選 絕對是藍軍裡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我聽到他要參選的消息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開心 這些位置沒有在考慮之內 好 再說一遍 請繼續 只要時間允許 任何這個安排 拜訪也好 參會也好 各方都不會排斥 只要時間上ok 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我主席要見面都沒有問題 也好呢 不簡單 大家可以不講話 不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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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